天上飞来一只熊 落地集团不要怂 有一队人落上边 咱们先往房区转一圈 这不是怂 这是战术 手持一把大砍刀 看见人我就给他一队修 咱们先把这回鸡哥给打掉 虽然我现在有枪 但是我肯定不能用 我要让上面的人以为我没有枪 这个时候咱们直接冲过去 拿刀砍他 听说音有人跳下来了 这个时候咱们直接换枪 把他给打死 鸡哥鸡哥你别打我呀 我直接帮你给带走我 连打带我不给你机会 我这一刻没有感情的杀手 打狗熊我已就位 开开祭坛我就让你们下跪 虽然这上面还有人 但是我一点都不熟他 并不是因为我手里拿了两把枪 而是我全身都散发着一股文化之气 这个时候大胆一声 别嫁了 就我现在这个状态 再加上我的个气息 完全就是墨镜一带 我谁都不爱 贱人就杀我绝不留情 哎呀怎么就一个人呢 先不管了不管了先填了 真小啊 我那高下就发现这边打起来了 你是不是在那里欺负鸡哥呢 哎 光看车呢 人量 这个时候咱们往这边拉一下 拿这块树当掩体 非常的细节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在这个坡后边爬着呢 吃过一个大火球 烧不烧都不要紧 我关他这个气势 必须给他拿捏了 哎 这不鸡哥吗 你不打热他我打了 直接描捕 我是谁呀 我就不用多说了 一点都没说 这个拜佛专制伏地魔 我打热我的时间都不给我的吗 重追不舍呀你 完了 这小伙子发现我车了 我肯定暴露了 直接打他吗 击倒了一个 非常耐心 他对我丢雷了 咱们先躲一下 这个时候直接把他给补掉 你准凶啊你啊 你等会话完蛋了 哎呀 我都没凋血 你气不气 对话我认识一下吧 我是饼干 搞笑不一般